大家好,这里是小老师与大助教的频道。 我们这次是做一个中文的听力练习。 试试看,你听懂了吗? 我叫丹尼,今年二十五岁。 我一个人生活。 我常常一个人去买菜。 我喜欢在市场挑选我喜欢的食材, 然后做一顿美味。 一个人买菜,一个人做饭, 然后一个人吃饭。 我想,食物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唯有它,一直在陪伴着我。 昨晚,我摊了一张饼。 我在饼上涂抹了番茄酱。 摆上了我喜欢的蔬菜。 有南瓜、蘑菇。 真是美味极了。 我也爱看书,看各种各样的书。 很多时候,看着看着,就睡着了。 在梦里,我和书里的那个人相遇。 我们非常快乐。 原来,我也向往两个人的生活。 醒来后,我常常对着镜子跳舞, 仿佛是两个人在跳舞。 我很少一个人去旅行。 我怕麻烦。 旅行不适合胆小的人。 我是一个胆小的人。 如果我突然想热闹, 我会去图书馆。 图书馆是无声的热闹, 非常适合我。 我曾偶然看到一个女孩独自哭泣。 我没有勇气走近, 问她, 你还好吗? 那个女孩也是我, 也是你, 都曾面对伤心难过。 我们总要一个人面对生活。 人来, 人去, 车来, 车去, 每个人都在城市忙碌着。 城市繁华, 美丽。 但我知道, 那是不属于我的美。 我叫丹尼, 我习惯一个人生活。 我, 你 FEMAL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